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用这面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要祝福你 我们要一同遇见这一位复活的主 我们来敬拜祂 祝福你 自作人的胸装 我都要敬拜祂 我们要与低调 我们要告诉你 没有人要敬拜祂 你自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夸一旁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多重心 世间万物 都丢弃看作奋土 围绕得着耶稣嫉妒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多重心 一生活着 祈祷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们从头来唱 耶稣基督是职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是自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夸一旁 耶稣基督是我的职宝 耶稣基督是职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是自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夸一旁 我要顺服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多重心 世界万物 都丢弃看作奋土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多重心 一生都跟随夸一旁 一生都跟随夸一旁 基督是职宝 一旁都跟随夸一旁 一生都跟随夸一旁 祝福 减书一旁 祝福 因为我爱你 我所有一旁 祝福 因为我爱你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多重心 无论何处 到哪里多重心 主 到哪里多重心 世界万物 都丢弃看作奋土 勇气看着的 对耶稣说我要得着你 我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胜负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活着 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力决 好 把我们同身开口来祷告 告诉主耶稣说 主啊 我要学习顺服 我要学习依靠你 看万事当作愤怒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宝 就今天我们开口来祷告 开口来祷告 说主啊 让我得着你 得着耶稣 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宝藏 主啊 我愿意享福自己 主啊 我愿意顺 主啊 我愿意对焦 交线待遇你 主啊 今天就让我把焦点 对着你 主啊 无论在哪里 哪里都怀疑 无论到哪里 主啊 我愿意忠心 顺服得来更加 主啊 让我开快思当作分头 主啊 我愿意忍得到耶稣基督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要胜负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重新 一生我主 基督如一地多福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胜负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重新 世界万物 都飘起当初分土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胜负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重新 一生我主 基督如一地多福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胜负 我要胜负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重新 世上万物 世上万物 世界万物 都丢弃当初分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胜负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重新 一生我主 基督赋 一地多福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天父我们来感谢你 这首歌的每一句话都这么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愿意选择顺服 因为我们蒙遭远是位子 就是跟着主 效法主受苦的榜样 跟随主耶稣 实际道路的脚踪 奔跑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 又沉重的主耶稣 越艰难 越大步地向前走 无论到哪里 我们都学忠心和顺服 最终盼望得着上头来 找我们得的奖赏 今天早晨我们感谢你 主啊当我们用这个诗歌 敬拜你的时候 求你也塑造成你的功夫 在我们生命中 谢谢主耶稣 越南我们的敬拜跟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主啊是 顺服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主啊我们顺服 是因为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的意念 高过我的意念 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虽然你的意念 常常不同于我的意念 不同于我的道路 但是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你高过我 主啊 主啊带我走这条信心的路 顺服在你里面 把主权交给你 放下我的坚持 主啊 进到你的心里面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命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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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基督徒一生 我们都在学一个功课 就是放下我自己的坚持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灰心冷淡退后 是因为整个事情的发展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的期待是这样 我的计划是这样 我的祷告是这样 可是后来结果为什么是那样 但是我真是求神对我们说 祂的意念 高过我的意念 不是照我的方法 是照祂的方法 许多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挣扎 是挣扎要把主 拉到我这里来 主你听我的 你照我的方法 我想的已经很仔细了 但是主要把我们 带到祂那里去说 你放下你的想法 因为祂的意念 高过我的意念 祂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顺服是一条信心的路 愿主今天也对你说 这个礼拜 我们来遇见这一位 复活的主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向许多人显现 中间有一些是祂的门徒 有一些门徒 他们离开耶路撒冷 往伊玛乌斯去走 这两个人 他们心中有很多的问号 怎么会这样 他们跑 跑掉了 离开耶路撒冷 为什么 因为耶稣被钉死了 因为耶稣死了 对他们来讲 我想那个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是 那种心里的害怕 因为 我的师父都被抓了 都被钉了 下个是不是我呢 他们会害怕 但是我才在他们心中 有一个更深的部分 还不是害怕 是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跟随耶稣 因为他们有一个期待 耶稣是不是那一位 弥赛亚 是不是因为他们 等了许久的弥赛亚 他们对弥赛亚 有一个期待 那个弥赛亚 带他们复国 然后他们发现 好像跟对了 因为耶稣真的很棒 耶稣五个饼 两条鱼 喂饱五千人 我们在现场 我们看到了 他太厉害了 后来又喂饱四千人 然后瞎眼地看见 瘸腿的行作 死人都能够复活 他们觉得我们跟对了 这一位一定就是那位 将来做大事的那位主 但是怎么跟着跟着跟着 跟上了十字架呢 怎么跟着跟着跟着 他死了呢 那接下来怎么回事呢 我们估计这三年跟错人了吗 我们不是要跟一个 复国的以色列的 这一位盼望吗 这一位弥赛亚吗 耶稣复活了之后 门徒还是问他说 主啊 你父亲以色列国 是在这个时候吗 你知道他们 心心念念的是 那个我的期待 我们跟随主 会不会也心心念念的是 我的期待 主啊 你要祝福我的婚姻 主啊 主要你要祝福我的事业 主要你要祝福我的健康 主要你要祝福我的儿女 主要你要祝福 这些是我心心念念的 但是为什么 事情的发展 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我真的相信 尼玛武斯的这两个门徒 他们逃走了 跑掉了 一方面是惧怕 另外一方面 心中有很多的问号说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那些问号充满在他们的心中 以至于耶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圣经上说 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 摩达拉的玛利亚 还是一个远远的跟随主 这两个门徒 根本是三年半的时候 吃 碎 走 整天24小时 跟着耶稣的人 三年半的时间 你跟耶稣这么熟 可是当耶稣复活了在他的面前 他就是不认识他 什么东西蒙住了他的眼睛 失望 什么东西蒙住了他的眼睛 灰心 以至于他冷淡 退后 想要逃跑 过去这一年 在我自己生病的过程里面 身体的不舒服 当然让我不快乐 可是我觉得 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的服饰出了很多的事情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所牧养的 但是出了很多的事情 我自己的家族 出了很多的事情 这些事情 我觉得比生病 让我更难过 病了这么久 我没有为我自己生病 掉过一滴眼泪 因为我知道 就算我死了 我到主那里去 我也很有盼望 可是在侍奉当中 所遇到的那些挫折 我就跟主说 我退休吧 我退休吧 主要我退休吧 随便啦 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做了可不可以 我觉得那个灰心 比癌症 比心脏病 更侵蚀我的生命 但是谢谢主 我的主 是复活的主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 神不断地对我说 孩子 我活着 你的教会出问题 我活着 家族里面有难处 我活着 同工之间有很大的状况 我活着 主不断地告诉我说 孩子 看我 看我 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说 当转眼仰望神 马宾路德 在面对 神托付给他的事情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冲击 而在这些难处冲击当中 他呼求神 但是有的时候 他好像觉得 主你怎么了 为什么你都不听我的祷告 怎么个事情的发展 跟我想的都不一样 他有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妻子 叫Kitty 有一天 他的太太穿了一身的丧服 家里面有人过世 穿丧服 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他在那个忧愁里面 不知道怎么办 突然看 你干嘛穿成这样 就问他说 发生什么事啊 谁死了 他的太太转过来跟他说 耶稣死了 他说你不要乱讲 你说什么 我说耶稣死了 他说Kitty你疯了吗 你在说什么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你在说什么 他在太转对他说 如果耶稣没有死 你为什么好像 活着好像耶稣死了一样呢 你为什么这么绝望呢 那一句话 我相信 主透过他妻子的那一句话 把他从绝望里面拉出来 把他从灰心里面拉出来 让他那个已经冷淡的 那个火 好像那个萤火 都已经快要灭掉的萤火 重新燃起来 是的 耶稣还活着 耶稣是复活的主 我为什么活着 好像耶稣已经死了呢 我求主今天也对你说 你的主是复活的主 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 我们这些属乎神的儿女 我们不可以活着 好像耶稣已经死了 拒绝撒旦把一个绝望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要对撒旦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 因为我的主是复活的主 阿们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对撒旦说 退我后面去 因为我拒绝 仇敌把那个绝望 放在他的心里 这两个人 这两个门徒 当他们遇见耶稣 耶稣向他们说话 然后他们说了一段话说 当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心中岂不是火热吗 那个已经快要灭掉的萤火 又重新燃起来了 求主恩待你 愿主今天在这个祷告会当中 向你说话 以至于你里面那个 已经快冷淡到 快要走不下去的 重新再点燃起来 只因为主对你说 你的主 我的主是复活的主 这两个门徒 当他们的火 重新点燃起的时候 他们转过来 跑回耶路撒冷去 重新面对问题 不再逃避问题 不再躲避问题 愿主今天也向你的心说话 好不好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 也为现在 现在许多的灰心 失望 冷淡 想要逃跑的人来祷告 求主今天对我们说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为自己 也为在男主当中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来仰望祖祖舟的坠 祝你祝你赦免我们 祝你赦免我们 祝我从我们自己的罪中 祝我从我们自己盲目的双眼里面 祝我那在看不见的时候 祝我们好像不断地放大我们自己的困难 祝我们不断地放大我们自己的情绪 祝我们甚至对人放弃 对自己放弃 祝帮助我们 祝我在看不见的时候 祝我仍然知道 祝我我们所信靠的是谁 祝我帮助我们的顺服 不是来自表面 不是口头 祝我乃是因着我们所信的 祝我信靠顺服 祝我帮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靠的是因为那救赎者 祝我是那复活的救赎者 祝我谢谢你 祝我更新我的心意 祝我使我转眼能够看见你 祝我看见不是变好的环境而已 祝我看见不是那我想要的 祝我看见复活的主 祝我的盼望不是来自于环境 不是来自于我所希望 我所想要的 祝乃是来自于那复活的主 祝谢谢你 祝你是我所侍奉 我所爱慕 祝我所渴望的 主帮助我真实的看见你 祝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的感动 我们要为教会祷告 也要为教会里的传道人祷告 特别为许多现在冷淡退后灰心 失望的传道人来祷告 那些想退休的 想离职的 想离开的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仍然说 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动 主啊 我求祢施恩 主耶稣啊 鼓励我的弟兄 鼓励我的姊妹 鼓励我的同工 让他从新竹亚转过来 回去面对教会的难处 因为他的祖是复活的祖 为传道人祷告 为灰心 对教会 对侍奉 对自己很灰心的人 求祖是恩 好不好 弟兄弟们 我们一起开口 为教会的传道人 为你教会的传道人祷告 为那个灰心的 失望的 想要离开的 想要放弃的 愿主对他说 他的祖是活着的神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祖父亲 祖父亲 为了我们一个传道人来祷告 祖父亲 祖父亲 小姐 无聞议祖父亲 无 dashboard 祖父亲 我们一起开口来祖父亲 祖父亲 我们一起开口来祖母 万大家盛 Tenemos 33 … 祖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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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来到祢面前 为了每一个在困难里面 挣扎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祝他可能站在一个传道人的位分 他可能肩负的一个传道的 一个火热的心在他里面 或许世上的事拥挤了他 或许他不断的在那个里面 好像觉得主啊 为什么一直反复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 主啊你是他的出路 主啊你是我们的出口 主啊你是我们的出口 主啊你是那位活着的主 主啊我们有说今天早晨 现在主啊我们要回转 主啊不是我们的身体回转 乃是我们的心向祢来回转 主啊我们曾经思想 我们要靠着什么人的帮助 我们要寻求什么样的帮助 主啊今天我们来到祢的面前说 主啊祢是我们的帮助 主啊祢没有应许天色敞来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祢应许我日子如何 力量就必定要如何 主啊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 单单寻求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还要来祷告 我们来为国家祷告 为城市祷告 特别为我们昨天许多人 为国家祷告的时候 越祷告越灰心 看到的情况让你很失望 那是我们求神世人 今天重新眺望我们 成为国家守望者的那个祷告的心 那个火热被眺望起来 求祖世人帮助我们 为国家祷告 为城市祷告 不灰心的祷告 做让我们像姨马五思的那两个门徒一样 因为你有话给我们说 我们的祖是复活的祖 以至于我可以回去承担 你给我们的托付 那个守望者的托付 一起举起手来 为国家为城市祷告 祿祷我们的祷告 祖是复活的祖是复活的祖 让我们里面那个冷冷的被眺望 灰心的光恢复起来 祖是夺在我们的心 听给你的话 如果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吗 祖是复活的祖是复活的 祖是我们求祺自己是 赞美祖 赞美祖主 我谢谢你赞美祖主 谢谢你 祖是我们相信国家一切的权柄在乎于你 祖我们相信神你是掌管国度的主 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主 我们更相信我们一生的盼望 我们国家的盼望人在于你 因此主我们暂时要说 我们要自卑祷告寻求的面 你要从天上垂听赦免 医治我们的地 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寻求 你仰望在你信实的天福里面 主我们更相信在基督里复活的盼望 这样我们生命能够可以不断寻求 因为我们生命有的盼望 是世界夺不走的 是我们真实能够可以在地上 看见神里国度荣耀的 主谢谢你我们日子祷告 是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谢谢你当这一马五十两个门徒 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遇到众门徒 神让你在不同的地方向众门徒 证明一件事 是我们的主果然是复活的主 众人就说我们的主果然是复活的主 今天这个祷告会 求你点燃我们里面的火 让那个已经快要灭掉的祷告的火 重新被点燃起来 为教会祷告点燃起来 为国家祷告点燃起来 为城市祷告点燃起来 为家族家人祷告 重新点燃起来 为侍奉祷告点燃起来 因为我们宣告 我们的主果然是复活的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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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神父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重新 世界万物 都丢弃看作分土 为要得照耶稣基督 祝福 我要神父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祝福何处 到哪里都重新 一生火处 基督赴祢的拓入 献给耶稣基督赴祢 我所有的全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